《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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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亚氏》小有行 大家都想要有母胎美肌 要怎么样才会有好的肌肤状态呢 除了一开始的天生基因 已经决定了大部分之外 后天很多的保养 还是有机会可以逆转你的肌龄 和逆转你的肌韵的 但是大家知道 你自己的皮肤状态是怎样吗 还有要怎么样才会好好的保养 才可以适合你的肌肤 以及最重要的是 肌肤开始拉紧抱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解除 今天就请来了三位专家达人 跟大家分享 首先欢迎保养老师柳燕老师 嗨 大家好 以及最美营养师张雨昕 大家好 我美养师张雨昕 还有皮肤科医师蔡一谦医师 嗨 大家好 今天三位都是专家籍的 我希望真的能听到一些状况 你知道每次访问女明星就说 请问你们有什么肌肤的状况 没有 我觉得这里有点细微 然后你就放大大概一百倍 然后就说真的没有 但是三位 你们现在看起来也很好啊 哪里有状况 一定是会有的 而且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我们是专家 我们是达人 一定是所谓的意见领袖 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 是 殊不知呢 我们有很多心酸痴 哪里有最喜欢我 我们也是有很多血泪 然后我们也不是 一开始呢 我们就会保养 那我又是一个南部上海的小孩 南部的小孩就是 我们就天生黑肉体 然后我们上来北部工作的时候 看到人家皮肤这么白皙 我们就好像 希望用最快的速度 让自己变白变亮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刚入行的时候很流行所有的患肤 是 刚开始流行什么果酸患肤啊 对 然后又有一些呢 比如说维他命C 让你快速白 而且是粉末 就是我们说最新鲜的粉末 对 所以我一开始呢 我就说好吧 要做就做到最极致 两个都来 都来 我就先来个患肤 而且那时候 刚流行居家患肤 我还不用去理会 很高医生喔 我就在家里居家患肤 我就用了果酸 用完之后 然后马上接着维他命C粉末 直接给它擦下去 哇塞 这个听起来很加成 很奇怪 对 果然我皮肤就灼伤了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这里 还有隐约的一道小小伤 伤口 这么严重啊 这真的是心酸死了 但是也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我才知道说保养这件事情 已经学问非常的大 是 急不得啦 但也还好 因为你有过以前的一些小创伤 是 所以后来也渐渐的学习到怎么样 才可以好好的保养自己 对 才可以分享给大家 你今天如果我没有讲出来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近的看你的印堂 大家也不会看不鲜啦 对 那雨昕自己以前有过怎样的问题 我自己其实通常是换季的时候 比较容易泛红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平常饮食都蛮健康的 那我只要一吃 营养师嘛 对 我只要一吃炸 马上长痘痘 像我上个人去韩国 韩国不是都炸鸡配品酒 对 然后我们就宵夜吃 吃完以后我半夜一点 马上冒一颗在额头 所以这么及时吗 对 马上凉球师立马冒出来 所以就是如果平常饮食都吃得很健康 比较少吃炸物 只要一吃炸就炸 那医师自己以前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进度过就知道 防晒非常重要 然后我也是365天 我都非常认真防晒 但殊不知呢 就是前阵子解禁过年的时候 我就带小孩 那时候去这个日本玩 然后去合场村嘛 下雪 很漂亮 然后你就带个毛线帽 那你要拍美美的照片 那你就拍完回来 我就发现 长斑了 还可以 谁带 那一天没有擦防晒吗 还是它真的太过于 你会流汗 然后平常我都是全防卫 我会戴帽子 衬衫 然后各式各样 反正把自己遮起来 就是不是只有靠擦防晒 可是那一天就是毛线帽 它没有边边 所以那个地面的雪地的反晒 好可怕 没想到连医师 已经是这么万全准备的 都还是有可能会晒长 那现在可能很多人 还搞不清楚自己皮肤的状况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做错保养 所以我们要先请医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有哪一些肤质 一般好像大家最喜欢中性肤质 对 但这种要做非常理想 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 即便是我们自己是医生 我们很少看到中性肤质 大部分其实是动态的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比较油性肌肤 就是他洗完可能半个小时 就是油光满面 那你可能需要的保养就是比较清爽型的 那有一种是干性肌肤 譬如说我们有些长辈 你给它擦什么东西 就像沙漠吸水一样 对 就一下就吸进去了 所以那种干性肌肤 它就是说 它真的是可以用清水洗脸 它非常省钱 它是清水洗完 可是它必须要用非常滋润的保湿的产品 去加锁住它的一些水分 然后它有一种叫混合型的 像我也是混合型的 我们都是人 医生的皮肤也是有一些 不是说大家都是这么理想 可是你的皮质是非常出油 是 但是你的油质又很干 可能又会有点微微的脱皮 所以这一些肤质 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是哪一种肤质 因为我就看过油性肤质 但他用他妈妈干性肤质的保养 然后一整个就必须 不要这么省 没有 妈妈的干性很贵 妈妈的干性很贵 还用错就对 对 然后最惨的是有一种叫 敏感性肤质 对 它什么都不行 它什么都说 它皮肤就痒痛啊什么的 然后整天就是 它永远在找适合它的东西 医师刚刚分享了大概几种 现在比较常见的肤质跟肤矿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搞清楚的话 赶快去专柜啊 或者是皮肤科医师这边 自己请专家帮你检测一下 不要就像刚才医生讲的 明明是油性 就用了大干肌的 然后说哎呦 怎么产品都不好用 其实是你的方式是错误的 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讲那几种不同肤质的人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到 最棒的清洁 清洁这件事情 你只要做对 大概你的保养就60分了 你觉得已经是及格了 对 刚刚医生有提到 防晒很重要 我相信这也是全民意识 大家都知道说 我白天一定要做防晒 那现在的防晒呢 又很贴心的 有比如说呢 耐水 抗汗 然后有些还来润色 让你可能一瓶搞定 对 可是你只要有擦防晒 我都建议大家要做卸妆那件事情 任何防晒都要卸妆吗 对 因为很多是持久型的防晒型的产品 它里面比如说化学性防晒剂啊 对 它是没有办法靠一般你的水 或简单的清洁剂是洗不掉的 用一般洗面乳 不行 可能会洗不掉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 有些是润色 它是有色素的 所以我都会建议 如果说你是 已经有习惯做防晒的人 我满建议他 你还是卸妆先做 对 然后再洗脸 那大家就想说 我要这么麻烦吗 没关系 其实现在品牌很贴心 还是有所谓洗蟹合一的东西 对 你可以选择这类型的产品 让你在清洁这一道程序 是做到位的 那这么多种肌肤 我要怎么来做清洁 大油肌 比如说青少年 最容易大油肌 或男性朋友 对 最容易大油肌 那你清洁的话 早晚都要洗脸 你不妨可以在中午 比如说真的是 大冒汗的时候 你可以简单地 做一次清洁 也要用洗面乳吗 中午的时候 然后中心肤脂 医生说的 可能现在中心肤脂的人 没有那么上风 在哪里 如果的话写信给我们 好吗 那就是正常的一天 两次 那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急肝肌肌 或者是米若肌 因为现在米若肌 很多 那我就会建议你 你也可以早晚洗一次 但是呢 你早上呢 就可以呢 不要用清洁产品 比如说你可以用清水替代就好了 甚至你在洗脸的时候呢 要记住 不要有过多的摩擦 对 因为我们都说很多清洁产品 比如说建议你说 你要起泡啊 再洗啊 再搓揉啊 那你可以剪掉这些动作 甚至你用一些 比如慕斯型的 或泡沫型的清洁产品 是 就可以减少你搓揉的动作 我访问过好多位医师 还有专家 他们都说很多人洗脸是错的 对 因为大家挤出来弄了一点点水后 就开始往脸上抹 哦 一定要起泡 是要用泡泡 用滚动的方式 对 而且我觉得泡泡好也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呢 当我们起泡之后 泡泡在脸上啊 其实它是有弹性的 它不是你在摩擦 所以它反而是有点 我都说它好像是一个缓冲剂 它让你把脏污带走了 可是当它碰触在脸上的时候 是有固袖的 对 你就不会伤害到你的肌肤 这一点大家检视一下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还是都搞错 是 他们就是挤了抹 这样不行啊 你就没洗 对 雨昕听说就是很会洗脸的人 还会用小工具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我之前有一次一天洗六次 你是油清了吗 因为我那时候在网路上 都看有人在教说 要怎么样清洁才清得干净 就像老师说 要清干净包样才吃得进去 然后我是卸妆油两次 然后呢洗面油两次 然后再卸妆水两次 然后晚上就洗六次脸 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变太敏感了 你真的是通了 你已经在洗脸了 毛孔太干净 然后我现在主要就是用洗脸肌 加上 现在好像韩国蛮流行 都是用卸妆膏 对 所以我现在几乎都用卸妆膏 我发现这样皮肤就比较稳定 没有那么敏感 像刚才这样子啊 雨昕她可能就觉得自己要洗得很干净 对 也是很多油性肌肤的人会采的误区 他们觉得我自己的皮肤太油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 她包包里面哪些油面子出来就酷熄 对 但这是不是有一个都市传说 就是好像会越吸越油油 有多人会这样说 都会一直说 都会这样子吗 对 她真的是传说 她真的是传说 她只是利用那张纸 帮你表面的一些油吸附掉 其实我们的皮肤 它要分泌多少油 就是里面在控制的 反而是你熬夜 或是说你压力很大 那个皮脂线比较旺盛 你就会比较出油 那那张纸其实 它并不会说越吸越油 只是说可不可以吸 我觉得如果说吸一吸 你觉得你看起来比较清爽 没那么泛油光 对 可以吸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标准说 如果有出油 我就是拼命地去吸它 这个比较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它就是治标不治粉 它就是治标 就是帮你把它这个油带走 好 那我们今天先破解第一个都市传说 还有另外一个都市传说是 如果你洗脸洗得太干净 毛孔里面会长虫 我跟你讲 所以我们是所有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其实毛孔都有这只虫 它会生小孩 对 它会生小孩 它住在我的皮肤 毛囊里 毛囊里 它就吃你的油 它没有付我租金 它还在我里面结婚生子 它会就在毛囊里面才乱 一辈子不会离开你 一辈子不会离开你 还有另外一个都市传说是 如果你洗脸洗得太干净 毛孔里面会长虫 有这种之前也长了吗 其实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们这所有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其实毛孔我们都有这只虫 是谁 谁有这只虫 这是新的耶 以前好像不大会这样子 这两年这只虫非常的 这只虫 对…这只虫 乳型蛮虫 它是住在毛囊里面的小虫虫 那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它其实是跟人共生的 所以可能 Maybe我的毛孔里面可能有住 一个洞里面可能住一两只 它非常非常小 它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然后我们医生就可以帮你挤出来 用显微镜看 它真的会动 然后它真的是虫 但是它是虫 而且它会生小孩 为什么 会生小孩 只是它住在我的皮肤里面 毛囊里 它就吃你的油 它没有付我租金 它还在我里面结婚生子 它会在我里面结婚生子 他会在我里面 我会在我里面 他会在我里面 他会在我里面 他全都接待 不是被医师抓走了吗 没有 其实它是这样 它如果少量的话 就是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我们就是分它一点空间住 让大家相安无事这样子 居住正义 对… 但是如果说它 它霸占那个土地 它是一个洞 譬如说像有些酒招敏感鸡 它一个洞可以住20只 甚至有40只 50只 这个是公屋 怎么这边天野觉得 它们有点可怜 非常可怕 每一个洞有这么多只 对啊 它的那个角角伸出来 我们这样肉眼就可以看到 很多小白点滴 所以非常可怕 就是乳形蛮虫 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药膏 专门要杀这些乳形蛮虫 但是那是指说有一些 就是你知道 那个太猖狂了 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会有一两只 一个洞里面 住个两只三只 还可以 它们不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它们今天 就是霸占那个 一直缠终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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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缠终结束 或者是说你的棉胸 压不住它们 然后你又出游又熬夜 提供它一个超舒适的环境 它们就在里面开派对 你就是疯狂的 每天在那边生小孩 医生那像这样子 乳形蛮虫的状况 是一般的青春痘药膏 可以解决的吗 还是要用专门的药 其实青春痘 它不见得乳形蛮虫会增加 大部分是酒糟 酒糟病人很多会增加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毛囊抗疹 那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药膏 是专门在杀这个虫虫的 对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来 我就一条拿个药 请你回家进行杀虫虫 它其实是要就是去检验一下 说是不是真的有过多 有发炎 然后有一些状况 我们才需要做一个治疗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一直觉得说 是不是我的脸泛红得很严重 然后痘痘也狂猛 可是我已经没有在吃炸鸡了 我也有好好的治疗 就都还是有话 请你检查一下 就是皮肤上面公污的状态 是不是太多 蛮虫虫的在里面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啊 就是大家很喜欢磨砂膏 它在刷你的脸的时候 那种快感 但是不是也不可以太沉溺 在这个快感里面啊老师 当然不行啊 我以前超爱的 没有啊 我发现 就是因为头部代表 你可以有好多的那个传说出来 好啦 我就说 大家都说去角质 但是我个人比较希望把它理解为 就是呢 调理角质 因为其实角质这件事情 对我们皮肤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部分 那它们会随着每个月的新陈代谢 它自然会代谢掉 不好的不见 该有的还是会流着 对 可是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怎么样都觉得 我脸上的角质就是不好的 所以就会拼命地做去角质这件事情 那就像刚刚营养师说的 他也喜欢磨砂 对 那物理性的去角质 磨完就觉得你皮肤很细 对 小宝贝的皮肤很实性的 对 你才真性的 因为物理性的去角质 它是用颗粒嘛 对 可能是销素的颗粒啊 还是各种各种各种 我们的颗粒啊 让你在去角质的时候觉得 你有感觉 然后你有感觉到了 所以磨完之后 就觉得皮肤 油油 细细的 好像我真的代谢了角质了 可是殊不知 你一次磨完之后啊 当你一过渡 你皮肤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自然的保护机制 它可能又多了一层出来 可是你又觉得 怎么又长出来 我再把它磨掉 它就是要一直恶性循环 然后反而会让你皮肤 越来越薄 越来越敏弱 那我就觉得去角质这件事情 真的要小心 那现在很多是所谓的 比如说酸类的去角质 就是用像脖身坏肤啊 还是其他的一些酵素溶解 这样的方式 但一样嘛 不要就是重蹈 我第一次的那个 对 就是浓度过高 反而让你的皮肤受伤了 那角质这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去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健康的皮肤 你也没有什么九招啊 你也没有敏感啊 看起来就是每天你只要找完洗脸 然后做个保养就好 也没有太多的痘痘 其实是不需要到每天 或者每个礼拜做去角质这件事 比如说大家都 太一窝蜂了 可能看到现在什么正在热行 或者是别人用了 或者别人说 这个好好用我也要买回来试试看 其实不见得 一定要先知道自己 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要做才去做 如果不需要 其实我觉得每天 就这样做吧 或者是看雨昕就是 你知道看那网路看太多 别人怎么做她就跟着做 我就跟着 然后前一阵子很红什么 20%杏仁 雙5%杏仁 你也有了 然后A纯我就都买了 我这样听完以后啊 真的觉得树叶有专攻 所以等一下营养学的部分 就会是雨昕负责的 但是在皮肤学的方面 大家先把它当成一个错误的事 是满花 可是她还是救回来了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都不要气馁 因为都还是可以有办法解救的 那我们刚才把这个去角质 稍微介绍完了以后 大家知道 有的时候角质是要养护的 但当你真的角质开始 变得不对劲了 譬如说粉刺真身 像白头粉刺 黑头粉刺 那他们就是痘痘的前身嘛 万一真的发炎的话 就变成痘痘了 对啊 那像我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又不去角质 那我要做什么 其实就像现在有很多呢 比如说皮肤科医生一定 你可以去看如果太严重的 我们就去找医生治疗 那其实那一两个 转戒就是 从皮肤专戒到这边转戒过去 那如果说实际一两颗 就是可能你是因为生活作型 突然比如说改变你的生活作型造成的 然后或者是吃炸剂 造成的这种和突发性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药膏 是比较像保养型的药膏 是可以处理这些痘痘的 或者是一些保养品 它里面会有一些抗菌 或抗发炎的成分 你都可以来使用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些黑头的问题 然后你自己本身比较喜欢自己来的 不想去找医生的 DIY 我觉得保养还是有一些方式 比如说如果说你真的是黑头粉刺 那你不妨可以先想办法 让你的毛孔先打开 然后利用一些产品的 把黑头把它溶解出来 像是什么 怎样把毛孔打开 毛孔打开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温热 你有温度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去三温暖在蒸汽房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毛孔打开的时候 所以温度 所以就带着一只捏子进去 一打开 发生会有人全裸 然后在那边夹粉刺 对啊 就是毛孔打开之后 你在想办法 不管是用产品 或者你要用一些小工具来协助 都可以 但是记得毛孔一打开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它关起来 对 要不然你就会开始就是 好不容易这一颗拔出来 这一颗粉刺不见了 又来了一颗它会再长 因为它就觉得说 那边位子帮我做好啦 一个不做一个 就继续再填进去 所以你事后还是要用一些呢 比如说舒缓紧致 或修护型的一些保养品 让你的毛孔可以再缩回来 那如果说是一些 避锁性粉刺的话 我真的就是觉得 你要从清洁这件事情 好好做好 还是再回到清洁 对 然后保养再做好 那老师到底可不可以挤 你刚刚都是说 把它夹出来这样子 对 因为挤这件事情呢 我先讲 我从年轻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挤粉刺的习惯 谁没有呢 挤出来很舒爽 有没有感觉感 对 因为挤粉刺 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挤 但是都用不正确的方式挤 没错 因为粉刺呢 其实我们就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对 对 那你把毛孔呢 我们通常在挤的时候 是只要针对这一个毛孔的粉刺 把它挤出来 可是很多人在挤的时候 是一片 对 还会这样用刮的 对 它把它周围的肌肤呢 也一起挤压了 所以反而造成周遭的皮肤受伤了 所以说挤粉刺这件事情 真的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不擅长 你不专业 对 那我们交给专业的人 对 就不要乱挤啦 没得挤错 难怪我之前挤完啊 我就自己挤完 然后我鼻子就会脱皮 是不是就是 打完 第三个就是 今天请你来好指挥票价喔 什么都有例子可以讲 可是我都有劫法耶 就是破皮以后我就再上游 马上再修 但是你就是先破坏以后再重建 可是其实你不需要破坏它 对 你只要稍微修复它就可以 你可以把毛孔再打开 多一点点 然后让它可以代谢出来 有时候你不用挤 你用镊子就可以夹出来 对啊 那我们再转过来请教医师好了 那真的今天这个病患 它被转接到你这里了 对 那我们就会讲解一下 哪一个模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不是布丁蛋白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 黑头粉刺 白头粉刺 然后浓泡 其实都分非常多的形态 那其实像黑头 顾米斯坚它就是真的有一个黑黑 它不是细细的喔 它里面这么大颗 所以刚刚说 为什么毛孔要扩张的时候 才挤得出来 里面是住卡比寿啦 就是很大 所以洞口很小 然后项布学手要出来出不来 所以它就在里面发炎 那如果放着不管 它又可能烂掉 就变大烂痘囊种型痘痘 就是包在里面的 俗称这种囊种型痘痘 那白头粉刺的话呢 其实里面也不小喔 它也是一颗就是在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人 喜欢享受挤那个东西 是 但是你挤的时候我常常说 就是你的痘痘粉刺可能只有中山区 那你把台北市炸掉 就这样就炸开了 因为你就是 你没有办法掌控啊 你就一挤 整个台北市被炸掉了 所以它就凹给你看 其实说真的 健保还蛮便宜的喔 所以交给专业医师 然后看一些适合的 包括说什么A栓啊 然后杜鹃花栓 或是BPO等等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去帮助它代谢 让它卡比瘦可以出来 这样子就好了 等一下医师我又发问 虽然说卡比瘦出来了 但为什么一直有不断的 新的卡比瘦啊 而且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耶 没有错 因为其他的原料就是 我们皮肤的油脂还有角质 所以为什么有些的角质 天真就是黏的特别多 然后产量很多 那油脂是很好控制的 等一下营老师应该会跟我们分享 其实你吃的东西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压力 还有这些 其实它都会造成你的订单多不多 对 还有那种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 同样爸爸妈妈 精也一样 一个比较会长痘痘 对 然后就很唉呦 这样真的很难过耶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如果在一个地方 它就是不断的一直长一直长 有没有可能是 其他机能出了问题 还是没有就是针对它 没有没有 其实最常见就是 很多女生会有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对 或者是说她正在吃某一些药物 或者是她某一些东西 用错了这个也有可能 对 有些人她保养品 其实像卸妆膏也是看人 有一些女生 如果她妆不是特别浓 卸妆膏也蛮会导致粉刺的 对 雨昕又多了一个 今天回去再检视一下 好 是不是卸妆膏里面的油份 可能太多了 或者是清洗不干净的话 对 反而又阻塞 然后造成更多的 这些毛孔的问题 是 但如果说这些问题 还没有办法解决之前 女生总是爱漂亮 还是想要去遮盖它 卡比兽一刻在那里能看吗 老师那想要化妆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吗 猪脚 猪皮 鱼皮 或是说鸡爪这一种 它算大分子的 是 你吃进去以后 其实没有那么好 对 没有那么好吸收 那有的人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吃木耳 山药这种有牵丝的 但其实植物性的是 没有胶原蛋白 完全没有 植物那叫胶脂 如果说这些问题 还没有办法解决之前 女生总是爱漂亮 还是想要去遮盖它 卡比兽一刻在那里能看吗 老师那想要化妆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吗 但如果你太严重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 先把痘痘的问题解决 然后你再化妆 如果不是太严重 就那几颗 其实现在很多的彩妆品 它是需要抗痘成分的 你可以使用这一类型的产品 让你在上妆的时候 在美化肤脂的同时 你还是有一点消炎的作用 OK 比如说 像现在出一些痘痘贴 是不是 那种是可以贴了以后再化妆的 对 它有些很类似 隐形的一个人工皮 然后只是让你的痘痘 就是那个坑 不要跟外界有太多的接触 因为你有化妆的需求嘛 但是痘痘贴这件事情 也不是说贴了就没事 你把它掉之后 你还是要治疗你这颗痘 它只是让你的暂时美观一点点 然后让它不要再恶化 医师好像听说 就曾经有过一个病患 他是不断的贴痘痘贴 我有遇过一个病人 然后很可爱走进来 然后口罩一拿下 我就吓一下 哇 二十个痘痘贴了 而且它有的还要掉不一定 我才想把它撕下来 太多组织液 太多组织液 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黏不太住 其实痘痘贴 它根本就是一个圆形的人工皮 所以你在贴的时候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遮瑕 所以我非常同意留院老师说的 我觉得痘痘贴 对医生来讲 它就是遮瑕跟吸一些组织液 那有的病人会误以为说 我痘痘贴一下它就会好 医生我贴以后它很快就化妆 我说你给它盖一个帐篷 细菌在里面开派底 当然很快就化妆 像有的虽然会加一点抗菌 或者是说杀菌的 但是它没有这么好用 它就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要出门 我要面试 我要跟朋友见面 那我可能暂时贴一下 稍微遮一下可以 可是如果说正规来讲的话 它里面的药物的浓度 或者是说它提供这个环境 并不是太好 我们会建议说 不需要的话 不用靠它来治疗痘痘 它就是帮你遮住一下 所以它其实是短时间的 它的暂时性使用是最好 不是说贴了它就会变好 医师也说 等于是你不断地在 可能你吃的东西就吃错了 所以你在跟宇宙下订单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订单 cancel掉 然后就请教一下于心 其实像我之前自己也有做过一个实验 我们平常早上是喝咖啡都喝咖啡拿铁 就是咖啡加鲜奶 然后我有一阵子我就一整个月 我都不加鲜奶 我都加燕麦奶 结果我就发现 我那一个月的肌肤状况比较稳定 因为有的人其实是对牛奶过敏 弱蛋白过敏 但自己不知道 那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在长痘痘的时候 要怎么样吃可以预防痘痘生成 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吃 Omega 3就是鱼油 再来就是 例如说燕麦 肉类 奶类都有 那再来就是 它可以抗氧化 酪梨 坚果里面都有 再来就是我们蔬菜里面的 植化素 然后还有就是 益生菌 因为其实长痘痘也是会有患菌 所以我们平常在补充食物的时候 还有优酪乳 优格 泡菜这些有抑菌的也很重要 所以比较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避开的这些食物地雷 就像你刚才说的牛奶 还有肤脂是不是也是 对有些人其实是对肤脂过敏 但自己不太知道 所以会建议就是可以 少吃含肤脂的东西 面包啊 面包啊 面啊 这一些 所以多管齐下 就可以尽量的减低这些 长痘痘生成的状况 但是你譬如说 还是有一些可能痕迹出来了 我们可以靠保养 你想去把这些斑点弄掉吗 比如豆斑啊 豆拔啊 我们先说一件事情 斑长出来它就不可能不见 你会不见吗 它保养品不行吗 它保养品完全不见的啦 但是我就说 保养品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 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保养品 它可以让你的颜色变淡 然后让你的面积不要扩展得那么快 所以很多人擦一些蛋斑的产品 或者是说有一些亮白功效的产品 它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斑点没有扩散的 加上它的颜色变淡的那么一点点 范围少了一点点 你就会感觉好像真的蛋斑有成功了 然后再加上你如果真的有用对保养品 你的肤质会变好 你的毛孔会变细 你的肌肤的质感会变亮 所以整体来讲你会觉得 我好像看不见我那一颗斑了 或看不到我那一块色素沉淀的地方 所以蛋斑的产品有没有效 我觉得它还是有效 只是说你的斑是不可能完全不见的 对 那芭这件事情更是这样子 因为芭其实它不只是色素沉淀而已 它其实是组织也被破坏掉 是 那我们只能靠保养品来做什么呢 让你的组织虽然可以重建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baby这样子 重新那么完整 对 可是至少我们要让它比较美化 那你美化肌肤之后 你可能再靠一些比如说化妆的修饰法 至少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还是非常完美的 对 整体提升 其实你就不会那么在意那一两颗了 对啊 那如果真的有二十颗 就是还是要找菜医师了 对啊 不是靠保养品 二十颗或者二十只虫 还是靠保养品 或者是要再回到体内环保 有没有办法可以靠一些吃的美肌的食物 也可以让斑点比较淡化 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 维生素C可以美白对不对 所以像有的人 他会每天喝维生素C的柠檬水 或是说像芭拉 红芯芭拉它的维生素C就比白色的柏拉再高 或是说奇异果 黄色奇异果比绿色奇异果高 或是绿色 对 所以也比较甜 没那么酸 对 真的 很多人会想说是绿色的比较 维生素C比较高 其实是黄色的 但是要注意 不要觉得说好像只要是维生素C含量高的水果 就对我们很好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早上的时候想说我要美白 然后他就早上在脸上涂柠檬汁 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的 这么勇敢 因为都已经2022年了 大家勇敢 他不是也都在宣导不要吗 对 然后结果反而会反黑 对 所以其实就是有吃进去的 是可以OK的 但是你如果擦的是擦不对的 反而可能还会反黑 对 好 痘痘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稍微把它解决了以后 还有一个是大家会很注重的 就是保湿这个议题 因为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保湿 但不知道怎么做 而且保湿如果没做好 其实皮肤的状况就会差 那请蔡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其实我常跟别人讲说 不用贪心啦 就是好好地洗眼 正常地洗眼洗完 然后根据你的肤质 我们刚刚有告诉大家 干性 中性 油性 你去选适合你的保湿产品 那只要把保湿做好 其实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很好 它就会自然而然散发出光彩 所以不用去强调说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很简单 就基本功保湿把它做好 然后擦这个 最后一到早上出门 记得擦防晒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保湿其实非常简单 选择正确 适合肤质的保湿的东西 去涂 这样就对了 好 每次我们听到说 正确 适合自己 就想说 到底怎样才叫做 适合自己 老师 帮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的肤质的人 要做到怎样的保湿才叫对 好 我都说保湿其实呢 大家直觉会觉得 我就是水分足够就好了 但其实呢保湿其实还包含了一件事就是油 你一定水跟油要足够 对 然后你看到你皮肤呢才是有光泽的 然后才是健康 那其实不同的肤脂带在保湿上面还是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干肌的人他在保湿上面 我觉得不止水要充足 他的油脂也要很足够 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对 然后还有他的保湿方式也要温柔一点点 因为干肌很怕摩擦 所以通常比如说他在选择一些比较滋润型的产品 很多人都会习惯要有一些按摩的动作或什么 那对于肌肝肌或者米洛基来讲 他可能呢他的使用技巧就不是搓揉按摩 他可能是按压 用掌心去把它按 对 只是把它按进去而已 减少那个摩擦感 可是他又把水跟油都补进去了 那如果是油肌的话 你可能就是在选择水跟油这件事情上面 就产品的质地上面可以做一点考量 你可能就不是选择乳霜啊 美容油啊 你可能选择乳液 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轻乳霜 对 就比较light一点点的乳霜 它的质地有一点点像舒服雷这样的质地 那它其实就是水分比较足够一点的乳霜 这样你擦起来用起来呢 你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中性肌 刚刚医生讲的 现在没有中性肌 我们就来说混合肌好了 那混合肌呢 你的保湿方式呢 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混哪里 对 你到底是TQ油还是TQ干 不要弄错了 对 你到底是混哪里的 然后你自己清楚了 你就是呢 比较干的那一区 那就是用滋润度比较好一点的产品 那比较油的呢 就可以稍微清爽一点点 那这样听起来它们就不能一套产品打到底了 对 我都觉得混合肌反而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 因为它可能会根据季节 它的混的地方不太一样 对 所以它的那个产品可能必须要一直的更换 对 所以现代人 我觉得最聪明的是保养方式 还是你一定要先认清楚自己的肤质 对 干燥机器是比较麻烦 就像刘云老师刚才说的 你有时候水分补足了 但油分不够 就很容易会有脱屑 对 或者是太干 然后甚至是有 长肝纹 是 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来 可是还有一种人是 好 老师今天这样讲的 那我也要好好的保养 可是它一擦 不管是刚才说的 light质地的乳液 它也会痛耶 这样子是不是已经肌肤的屏障受损 有 有些人是肌肤 就是你乍看这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显微镜下面是千疮百孔 所以它在涂一些保养品的时候 可能它就会有点刺痛感 所以其实这个 如果真的是涂而会刺痛的话 一部分是它自己本身的皮肤屏障 就有问题 另外一种是它对于这一个 保养品里面某些成分 譬如说香精香料 或者说它里面有一些抗老成分 比较强一点点 它可能皮肤比较不适应 那这种我们就建议它说 很简单你就先换掉 换别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成分 不要太多这种抗老美白强力的 可能回归到基本面 就是单纯的去保湿 把你的城墙的水泥先顾好 那你的这个涂起来的话 其实那个刺痛感 就比较不会这么不舒服 就你现在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美白 或者是也不要再去想着抗老 这个等你先吧 对 先把保湿这个步骤做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聊 对不对 那等都好了以后 可以 你现在可以来想想看 怎么补胶原蛋白了 我们先从体内的胶原蛋白 开始说起好了 因为感觉外面涂抹的 你如果里面都不够了 你外面再怎么涂 好像是白搭吗 对 像胶原蛋白 很多人都会想说 我就是吃猪脚啊 鸡爪啊 就可以补 像我之前有学生 他就为了要补胶原蛋白 每一餐都在买猪脚饭 或是吃鸡爪 结果后来不是 它是应该是这样的 对 没有补到胶原蛋白补到很香的 的确也变膨了 但是体重也上升蛮多的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在补胶原蛋白 还是建议就是补充要小分子的 因为像猪脚啊 猪皮啊 鱼皮 或是说鸡爪这一种 它算大分子的 是 你吃进去以后 其实没有那么好 对 没有那么好吸收 那有的人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吃木耳啊 山药 这种有牵丝的 但其实 完全没有吗 植物那叫胶脂 所以还是建议说就是 要从动物性去补 那再来就是 怎么样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形成 大家一定都知道 补充维生素C嘛 是 所以你在补胶原蛋白以外 也可以再补充维生素C 含量丰富的水果 那还有就是抗氧化的 维生素A跟维生素E 也是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相补相成 第三种胶原蛋白被称作 宝宝胶原 它就是一个烹饪Q弹的秘密 它是一个关键 擦了之后你皮肤除了有水分 有保湿力之外 你会开始觉得它润润的QQ的 真的有差 而且做明度也有差 有差 就比较透 就马上有变得漂亮 医生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补充一些 你觉得怎样还可以做到 让你的胶原蛋白可以继续生成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作息非常重要 就是真的你要睡饱 然后尽量不要熬夜 我常跟别人讲他花很多钱 他说你不如12点去躺好 你躺好面膜 你赶快躺好面膜 对 你有好好的修行 你的纤维母细胞 才会开始制造胶原蛋白 因为有原料 你工厂也要制作 对 所以我说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放轻松 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镜子不要拿这么近看 太多人一定是 对 他们都拿小镜子 你看自己的缺点 要拿远一点 心情好 非常愉悦的心情 你吃健康的食物 好好地睡觉 然后适度地运动 那就是抗氧化嘛 所以你的胶原蛋白 你就会补充得很足够 那我们一定要先从体内做到 然后刚刚医师讲的 也不要觉得老生常谈 你做不到的话 这些谈再久也没有用啊 对 都一直告诉大家观念 可是不做也不行 那好 假设今天 这些都已经做到的话 柳燕老师 我们还可以怎样 去用涂抹的方式 用保养品 再帮助自己 多加一些保养 可以啊 我们就是保养再给力一点 我们刚刚已经清洁做好了 有60分了 保湿也做好了 有80分了 那我们就 让我们的胶原至少 流失了慢一点点 那其实现在人 跟以往的人 比较幸福的一点就是 我们有很多 可以帮我们补胶原的一些 布布产品出现 对 那我们都说其实呢 我们人体里面 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 应该有二十几种之多吧 那跟我们皮肤 比较息息相关 就是前面那几种 一二三五七这些 其中呢 我觉得有一种胶原蛋白呢 可能一般我们 真的很难靠保养品 或者是靠吃的来补足的 就是第三型胶原蛋白 它为什么那么难高 因为呢 第三型胶原蛋白 被称作 宝宝胶原 既然叫宝宝胶原 你长大了还是宝宝嘛 对啊 就只有那个关键期才有啊 对啊 所以 可是你知道宝宝胶原 它就是一个 烹饪Q弹的秘密 它是一个关键 可是就是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宝宝胶原 这是第三型真的很难补充 但现在呢 有品牌真的很贴心 他们运用了呢 比如说他们把DNA重组 然后再利用一些生物学的技术 去重新合成 真的合成出来的宝宝胶原 把宝宝胶原都合成出来了 对 因为其实你经过这些高科技的 一个技术的研发跟精进 你会发现这个胶原蛋白 它就会解决 刚刚营养师说的 分子太大的问题 对 它会变成分子很小 所以它很容易会被吸收 然后擦起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那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就是满满的第三型胶原蛋白 它就是宝宝胶原 对 它就是宝宝胶原 它很贴心的是什么 就是烹剂 对 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那是比较潮湿闷热的内剂 我相信要你们去真的擦 真的胶原蛋白 应该是不太可能 真的胶原蛋白 应该是很黏稠的 而且很臭 对啦 没有调都会 对 所以没有味道吗 没有 我来闻一下你的宝宝味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很舒服 很像化妆水 对 它介于无味跟很淡很淡的香之间 很舒服的一个气味 然后它是不是真的吸收很快 其实我们说吸收快这件事 代表它的分子真的非常的小 那因为它把它做的 类似像化妆水的剂型 所以减少了一件事就是摩擦 你可以用的时候直接喷一喷就好 当它吸收之后呢 我们都说有效的胶原蛋白 有一个就是你擦完之后 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 它有没有效 就是你擦完之后 你皮肤除了有水分 有保湿力之外 你会开始觉得它润润的 QQ的 真的 对 你就是真的把胶原补进去了 那它这里面除了补胶原之外 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呢 它也补了玻尿酸 你知道玻尿酸 它会去抓住我们所有的水分 抓水 所以我们只要呢 我们肌肤有水底层有水 然后又有胶原 你皮肤自然会从内到外膨起来 是 对 那当然只有水还不够啦 我们不分只有这一个 它还是要有一些类似呢 我们就说要把它膨起来的 所以它也出了一个 这个 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也是喷的 看起来也像喷的 它其实是一个凝胶这样 刚刚是像水 可是它一推开就变水耶 对 所以它就是要让你好吸收 因为它把玻尿酸跟胶原蛋白的分子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小 像这个你擦起来 你就会觉得它比较扎实一点点 对 就会很像你的皮肤 除了有水有胶原汁外 又很像有油脂的感觉 你把你皮肤整个呢 这样紧缩起来 可是它一样是马上吸收 而且不会有屑屑 而且很保湿 有的是你这样推完以后 它在表层好像会留一个东西 你再戳一下就是 这个就 对 像季工那样 有酸 因为那个就是它分子做得不够小 或者是它加了很多的分子 膠质量 它可能会让你皮肤好像水分都出不去 可是同时呢 也把你脑口闷住 你反而会导致后续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分子小 然后真的确实有被皮肤吸收的 膠原蛋白 可是真的膠原蛋白 因为它才会产生作用 对 它才会让你真的呢 比如说你的纤维母细胞 可以发挥作用 然后我们开始自己也努力一点点开始工作 就想说好啦 既然这个人都已经给我一些好的东西了 我也来努力一下好了 对 所以我都说膠原流失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是不可抗 因为它就是会流掉嘛 但是我们还是很利用后贴的一些方式 比如是内在的补充 或者是医生刚刚说的生活作型 甚至靠现在很棒的一些护肤产品 它都可以把我们把膠原流失的这件事情呢 把它延缓到最慢 对 然后让你的皮肤呢 至少可以停留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久一点点 是 像刚才大家应该都是视同一只手嘛 我就一直不断地在擦这两个 真的有差 而且透明度也有差 有差 就比较透 就马上有变比较亮 我觉得宝宝胶原很棒 很棒 而且就很多人都说 我一直补胶原一直补水分 除了说我可以逆转肌领 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 我们很多老化的征兆 可以借由你胶原的充足 水分的充足 就可以得到改善 比如说纹路 细纹 松滑 对不对 细纹就很重要 你只要细纹呢 你又足够的水 皮肤又膨起来的细纹就会不见 对 松滑这件事情也是 你皮肤的支撑力够了 它就会弹起来 对 然后再来你看起来呢 也会有好气色 对 因为呢你的胶原够了 水分够了 其实你的循环也变好 没错 你整个人精神起来 对就会比较有精神 看起来皮肤是饱满的 然后就会真的更显得起 然后又不用一直吃猪脚 在家吃猪脚 很腻耶 对 然后猪脚都变满了 现在有科技 我们要相信科技 有宝宝胶原 真的 但还没有买到宝宝胶原的人 我们可不可以用面膜代替 因为很多女生就爱敷面膜 我一天买一片 有啊 有个统计就是说 台湾一年卖的面膜 这好几栋 一里一大楼那么高了 其实面膜是这样 我常常讲说 我的病人要敷 我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想敷可以敷 就是你敷的心情会好 但它是短跑健将 就是你敷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六个小时 你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什么 你看起来很棒 可是它不是马拉松选手 所以你敷上去 你的水分很快拉上去 然后你很服贴 可是你明天后天 你可能没有再继续好好地保养 那个又掉下来了 对 所以它就是短跑 而且是白米而已 它没有办法是一个 9K 马拉松 马拉松的一个选手这样 如果你想要跑马拉松 还是要回到像宝宝胶原 这样类型的产品跟成分 就是你可以用面膜 就是说沾食性或特殊型的保养 急救的 对 急救型的 但是你的日常保养 就是常态型的 你还是要靠一些正规的保养品 让你的肌肤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还有老师 常常大家敷完面膜 再上其他保养品的时候 就很容易有屑屑 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要洗掉啊 对 到底要不要洗 这我一直问候 对 其实我们都说啦 其实要不要洗掉 还是要看产品本身 对 因为如果说这一个产品 它诉求的就是呢 比如说抗老啊 修复型的啊 通常都是不容易洗掉 可是它如果说真的就是保湿 那它保湿想要让你立即觉得 哦 我好浓稠 我保湿加很足 它可能会用了其他一些分子胶的东西 让你觉得敷起来好像很有感 对 那这一类型呢 就是你敷完之后 你拿下来 你觉得脸上还是有一层东西 我就会建议你要洗掉 因为这层东西呢 你可能要靠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让它才能吸收进去 那万一你马上就接着要上妆 你只要有粉体 跟这个胶 黏在一起 它就会很像勾芡一样 你开始 整个纠结在一块 你就会开始起屑 那有些人都说 我就算没有敷面膜 我好像擦保养品 之后再上妆还是会起屑 也会起屑 那我就会建议你 当然不是叫你换掉保养品 你可能要拉长你的保养品的吸收时间 就是你最后那一道 跟你要上妆的时间 你把它拉长 可能本来做十分钟 你变成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 或者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快速让你的吸收变得很快 你就是都上完之后 如果你真的马上要上妆了 你可以喷一点点的保湿喷雾 一点点就好了 让它加进去 对 其实水它其实有一个推进力 它会让你的吸收效果变得更好 所以你可以喷一点点 或者是我们今天 比如说这个保湿喷雾 我觉得它也很适合 你就喷一点点 然后稍微按压一下下 让它这么马上吸收 你就可以上妆了 就不会产生了这种 你好像全套的保养都做了 想要让自己很漂亮 就最后再上妆的时候 发现满脸都是水 所以哪有的用血 这样真的不行 这样子也没有漂亮好吗 今天我们很谢谢三位专家来宾 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黑历史 然后就让她知道 其实不管过去做了一些可能错事 但是都还是可以靠后天的保养 帮助你把肌肤 再回到最正确的状态 可是大家要记得 就像刚才蔡医师说的 你的生活作息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很多事情要尝试之前 多想想柳燕老师 教给大家的保养方式 多想想雨昕她以前做了太多 新网络的一些网络谣言 没有就还是选到最适合自己的 今天三位专家交给大家的 大家的皮肤也就可以变成回到正轨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YES 还有心我们下次见 拜拜